7月31号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后 它与普通民众有哪些关联 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8月10号 记者来到北京朝阳区的一处共享单车存放点 用镜头记录下接入北斗定位系统的共享单车服务民众出行的场景 北斗的应用核心的它是一种硬件的应用 在我们的共享单车的智能锁上 我现在可以拆开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里头有我们的一个定位芯片 每隔一段的时间 我们的每一辆共享单车都会向北斗系统索要一个 它自己实时所在的精度纬度的信息 形成一个小小的数据包 然后发还给我们的单车的后台 当车辆芯片接受到北斗信号 我们能够实时地定位车辆所在位置及行进轨迹 同时我们结合大数据及AI的技术 能够提前预估用户骑行需求 在特定区域内进行提前的车辆调度 满足用户的骑行车辆缺口 随着共享单车使用率的提高 单车的无序停放成为城市的治理难题之一 据共享单车运营方介绍 北斗三号系统的开通 在便利民众日常出行的同时 也为企业进行车辆管理带来帮助 这也可以有效地缓解共享单车无序停放的问题 原来我们单车猎人找一辆十年的车 尤其是在城郊结合部近郊 其实是非常费劲的 有些车在被掩盖了 就是你在这里你也看不见它 那么现在有了北斗的更精准的定位了之后 我们基本心里有数 这是很重要的 我就知道这辆车一定会在这个地方 据了解北斗系统借助超过2000个地基增强站 具备被用户提供分米级 厘米级甚至是毫米级定位精度的能力 而这样的能力也为用户带来更加优质的位置服务 在地图场景中 北斗系统提供精度 纬度高度等精准位置数据后 地图软件根据定位结果输出位置 为用户提供各项增值服务 北斗在咱们普通 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现在比较常见的 除了我们这个导航定位 各种的智能终端 已经都车载的 包括咱们的交通运输行业里头 就据它这个位置报告 这功能用得很方便 然后再就是现在很多的智能穿戴 也加入了这个北斗的这个元素里面去 在一些这个 尤其是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智能的手环 这些都已经用到 而关于北斗系统在未来的发展应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 冉成奇在此前发布会上表示 北斗永远在路上 建设在路上 应用在路上 北斗三号已经着手下一代建设发展 要在2035年前建设一个更智能 更泛载 更融合的系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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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